学IT高端课程就来好程序员 年薪二十万起 好程序员开启未来架构师之路 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好程员 我是大数据小师小米老师 那么本次呢带给大家的一个项目 是咱们的一个电商项目 一个电商项目 那么这个电商项目呢 咱们分为四个模块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电商项目的一个介绍 和咱们的数仓概念分析 因为这个电商项目呢 是咱们的一个数仓项目 所以说这个数仓概念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并且要了解一下电商的一些核心的用 第二个部分呢 是咱们电商项目的一个环境搭建 这个环境搭建呢 咱们会带着大家搭建 这个咱们的一些所用的技术点 比如说Scoop 比如说Floom 比如说咱们的Hive和咱们的HGYS 等于系列的什么样软件 还有咱们的工作流调度器 咱们的阿德卡班 那么这些呢咱们都会给大家介绍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是咱们的电商项目的核心业务 这个业务呢 就是咱们的最后的业务指标统计 那么分为这个第三个大点 那么这第三个大点的里边呢 会对我们的Hive当中的层级 会进行划分 同时呢 每个层级如何创建和创建的意义 在这里也会给大家进行什么样一个讲解 然后呢 对于我们这个Hive当中的数仓 如何去分层的 为什么要这么分层 怎么去划分主题的 那在这里呢 我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然后第五点呢 第四点 就是咱们的一个项目总结 这个项目总结呢 就是咱们要对咱们项目做一个最终的总结方案 和一个总结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文档 然后呢 咱们做一个本次项目的最终的一个总结就可以了 那这个项目呢 咱们分为这个四大模块进行去讲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项目模块当中的第一个模块 就是咱们的一个什么呀 项目的概述 项目的概述 和咱们的数仓那个分析 那么这个数仓分析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概述规范和介绍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数仓的建策 如果从0到1进行一个数仓的搭建 好吧 OK 那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的环境准备 这个环境准备呢 就是刚刚咱们说的一个环境搭建 那环境准备呢 咱们可能用到这些什么样 组件 那这些组件咱们先暂时是不说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的成绩划分 如果去划分成级 刚刚已经给大家说了 好吧 OK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咱们整体的一个项目总结 整体项目总结 那主要是咱们的整体流程的一个总结 对吧 指标实现的一个总结 还有什么呀 在里面的一个难点分析的总结 包括咱们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一个总结 最后呢 一个技术点的扩展 那么这个技术点扩展呢 是针对于咱们整个加工来说的 好吧 是针对于咱们整个加工来说的 好了 OK 然后呢 我们从第一个来 从第一个来 就是项目的一个概述和分析 那首先呢 在这里面 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数仓项目 对吧 什么是数仓项目 并且什么是电商 对吧 那么电商呢 其实在咱们这个印象当中呢 我们都知道 都用过淘宝和京东 对吧 等等一系列 一系列的电商网站 比如说像什么呀 像一些其他的这个APP 对吧 都有这种电商的平台 那么电商平台呢 都是针对于 呃 这个平台对商家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统计 同时到我们 现在也要统计我们的用户数据 那么咱们这个电商 首先呢 它的数据源是有三万数据源 那在这里先前天提前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数据源呢 是咱们业务的数据啊 那就是从咱们的买仓后数据库 导入到我们的骸物数据当中 那么到我们的ODS 这是我们的业务数据源 然后第二部分数据源呢 是咱们的买点数据数据 那这个买点数据呢 是咱们用户所产生的行为数据 那么这个行为数据呢 就是咱们所收集的捞过日志 那这部分数据呢 我们会络织到HDLS 然后通过HDLS应声害物表 来去实现这个数据上的ODS层的原始数据成的搭建 第三个呢 是咱们的呃 这个外部数据 外部数据呢 是咱们的第三份数据源 这个第三份数据源呢 呃 在我们的本子项目当中充当的是外部数据 这个外部数据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辅路母监控本地四方件 然后通过本地四方件呢 采集到我们的对应的这个HDLS上面 然后映射成我们对应的害物表 这个害物表呢 也就是咱们的ODS层啊 也就是ODS层 那这是咱们数据源的方面 那这个数据源呢 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对应的平台来去收取 然后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呃 业务数据源 对吧 那咱们会使用Scoop进行同步 那像咱们的呃 这个外部数据源 咱们会使用辅路母进行采集 然后呢 一步一步呃 在这里从零到一 大家带大家去呃 一个一个去实现 然后本子项目呢 咱们会花一个时间 将在什么呀 进行一个呃 这个操作 但是这块有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呃 我们的电商的Scoop 就是在在害物当中进行执行 呃 这个呃 HKR就是在害物当中进行执行的时候 这块我可能不会说全部带大家去跑 因为本身呢 咱们的数据呢 数据量有些大啊 数据量有些大 那咱们的三方数据源 其实已经久了 我们在这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这是什么呀 咱们的Scoop 这里面是咱们的什么呀 业务数据啊 这是咱们业务数据 然后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里面呢 还会有一个什么呀 咱们的这个呃 我们看一下着啊 这里面呢 还会有一个咱们电商文档 电商文档当中呢 有一个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外部数据源啊 这是我们外部数据 这个呢 是我们的log数据源 那么这三方数据呢 我都会从采集到和导入到我们的什么呀 ODS OK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简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什么呀 介绍 然后到最后 咱们会做一些指标统计 好吧 然后本身呢 我们的这个呃 讲解不会去依赖于这种PPT啊 咱们主要是以文档为主啊 主要是以文档为主 好吧 OK